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沒有斬斷海浪的宣章 沒有升天字的 挂满 应该承认 我生而平常 却不敢穿 我的龙堂 Breaking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Passing out And flowing down 我注定要 穿过一层心的围墙 解锁一道光 我会知道未来 还有不险的军党 荡在我前方 它们终出成 令我等到我原本 是我期待我成功 我给我点亮 最终决定 自己命运的墙 我在我手上 我奶奶这两年身体不太好 慢点啊 这是我奶奶养老院的位置 离这只有期待 搬到离她最近的地方 方便照顾她 其实我和云奶奶 没有血缘关系 但身无情人 家辉 奶奶 您看我带谁来看您了 奶奶好 小贺 快快快快进来 奶奶来坐啊 来 多吃点啊 谢谢奶奶 奶奶 您倒是也得我加点菜 你这么强壮 你还吃这个醋啊 奶奶 您那时候好点了吗 你别说 好多了 家辉这个理疗 看来还是挺有用的 不过老了 不中用了 奶奶 你别这么说 您健康着呢 小贺 你是不知道 家辉小时候多皮 我呀那个时候 开了一个批发商店 出不去 有一道吃饭的时候 就得使劲儿叫 这满街道的人都能听见 又大听不见 不过呀 皮有皮的好 这店里来了什么新的玩具啊 他先试着玩 来了什么新的好吃的 他也第一个先试试味道 你别说 他一试 我就知道其他小孩喜不喜欢 你是说我是小白鼠 真是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什么这个意思那个意思 您清清的还弄得那么封建 小贺 家辉交上你这么个好朋友啊 我是真高兴 想想家辉小的时候 想想家辉小的时候 人没书包高 饿昏头了 也强撑着 咽着口水 还不吃老太婆给他做得坏 好了 奶奶 小贺 不好意思啊 让你尖笑了 奶奶您别伤心了 家伙现在这么优秀 苦日子也过去了 不过了 高兴 我是高兴 小贺 莉莉姐 您怎么来了 今天贺老师不在 我知道啊 我就是来看你们的 老贺说你们经常遏夜 我来给你们带点礼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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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嫂 还是莉姐懂 喜欢就好 成分温和你们放心用啊 如果想要的话 跟我说我再给你们续上 对 好 来 谢谢姐 谢谢姐 其实我也是来谢谢你们的 要不是你们的视频的话 我估计会被网友骂到明明 没事 刚好你们这节目新开张 我来看看老贺的工作环境 真没事 姐 主要就是老钱的主意 就是 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 都是莉莉姐那番话说得好 能看出来 你奶奶对你很好 现在对她的亲孙子一样 你们认识多久了 在我七岁年 七岁 那已经很久了 奶奶那个时候 在我们家楼下 开了一间小奶店 我每天放学 她都会往我手里 塞一堆棒棒糖 饼干 果冻的时候 我小时候也一样 小的时候我和 我管我妈要零花钱 买零食的时候 都是战战兢兢的 一样 谁我小的时候都不愿意回家 就愿意在云奶奶家待着 那你父母呢 他们很忙 你没事吧 你头发吧 哦 谢谢 我猜刚才那对飙车的男女 肯定处于暧昧气 也可能是一对无视交通安全 缺乏功德心的冒失鬼吧 而且你怎么能看出来 是暧昧气 而不是热恋气呢 你听说过心理学上 有一个有意思的职业 叫吊桥效应吧 是说一个人在提心吊胆地过吊桥 心跳会不自觉地加速 如果这个时候 恰巧碰到另一个人 他就会把这种反应 当作是心动的感觉 以为自己爱上了对方 所以呢 这样能说明什么呢 所以说明外界的刺激 会让两个人迅速进入感性状态 分泌多巴胺 自然地进入恋爱状态 这就说明 处于暧昧气的男女 在约会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一些刺激性的活动 比如说看恐怖电影 蹦跡 或者像刚才那样 那按照你这样说的话 爱情的本质都是化学反应喽 多巴胺产生心动 本影胺产生甜蜜 催产素产生依赖 去甲肾上腺素产生泥调喽 你不这么认为吗 没有什么认为不认为 我们只是在交谈嘛 讨论 所以你再跟我讨论爱情 那既然要讨论 我们就讨论得更彻底一点 亲自做个实验怎么样 什么 掉下效应啊 看看是不是通过爱姐的刺激 能够在短时间内 产生心动的感觉 看这恐怖电影怎么样 现在 你是学心理学的 我是学精神医学的 咱们两个讨论这个问题 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 看这个 怎么样 东哥 咱们下个季度的咖啡 要不要吃曼特宁了 昨天订了叶家雪飞 这这我也不懂啊 是吧 这我就喝素容 我喝不出来什么 要不你们给 翘姐打电话问问 曼特宁的产地是苏门达腊吗 是的 订叶家雪飞吧 姐 可是总有客人问 有没有曼特宁 我想着 如果价钱差不多的话 咱们不如做个主推 让她喝个够 曼特宁下个季度会涨价 不过你们可以囤一些 用来满足顾客 但是用来做主推的话 估计你们翘姐看到 下个季度的竞价会抓狂 行 那我们听莉莉姐的 我们只买对的 不买贵的 你不怕我胡说八道啊 那你这么说 肯定有你这么说的道理 就是啊 我只是听说一些小道消息 翔海集团的内部 出现一些矛盾 翔海集团 是卖咖啡的吗 他们是运输业的龙头企业 主要经营东南亚各国 和中国的海上运输业务 去年年初 他们购了两艘大型货轮 后来资金链断了 集团亏损严重 导致首席主席被撤 新上任的首席主席 我见过 做事不太靠谱 那他们是运咖啡的吗 你这说的我听得越来越糊涂 我查到了 国内最大的曼特宁经销商 所以说这咖啡豆运得慢 或者就运不进来 供不应求 行情自然就上去了 我说对吧 姐 冰狗 你怎么都不害怕呢 大学的时候 我做过研究恐怖电影中 死亡符号的专题 所以基本上 所有恐怖电影我都看过 不好意思啊 她这样呢 嗯 很丑 我不是学校画的 你是小专专的 吓到了吧 forgive ya 看到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吗 看到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吗 算了吧 下一个死的就是她 下一个死的就是她 别害怕哦 好 金哥 干吗呢 你这瞅着 孔雀都要开屏啊 你哥我要去战斗 战斗 都谁啊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贺老师吧 你再不走着逗你了啊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不用客气 我也没谢谢你下午 我们第三站要去哪里啊 第三站吃饭 医疗店为您订好了 就在楼上 喂 喂 斗斗 在哪儿呢 钱开义 你这两天是盯上我了是吗 我这不是关心一下我的搭档吗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的搭档非常好 谢谢你的关心 留上忙 吃了吗 没吃的话一起呗 不用了 我这样去吃呢 吃什么呀 吃浪漫大餐 跟叶佳辉吃浪漫大餐 胖莉莉告诉你的吧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啊 反正我就去宣布一件事 我也要吃浪漫大餐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你别生气啊 我也不是去拆散你们的 就是去加入你们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多一个人吃饭也香啊 告诉我吧 你们在哪儿呢 不用了你自己吃吧 谢谢 喂 喂 不是找不到 浅哥你怎么还没下班 忙什么呢 有个项目 商业广告 对 有个餐厅广告 餐厅广告 小脸 哥问你个事啊 你问 哥 你觉得 以我这个年纪的男性角度啊 如果你要是想找一个女孩约会的话 会去什么地儿 我又不是男人 你现在是个男人了 假如我是个男人 那我会带女生去她喜欢的餐厅 说的不是废话 那你说现在的女孩喜欢什么样的餐厅啊 现在的女孩 也会喜欢 有热度的 喜欢不是吵吵嚷嚷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点啊 一定不能吃泡 一定不能吃泡 聊什么呢 还不下包啊 小脸提名 好 喝氧了多吗 天天喝 爱情更甜蜜 有事 下班了 走了 你看人家谈恋爱吧 我跟强哥还没说完呢 咋啦 什么谈恋爱 吃得怎么样 很好 其实这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 但那家不在海水 我觉得已经真的很好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值得涉足的地方还有很多 没必要把自己进步在一处 你说呢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地方能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哪怕这个地方很小 但把它做得发光发热也是一种能耐 对 我发现你真的很容易认真 我想骗你继续跟我约会 怎么就这么难 不好意思 我 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太会开玩笑 没懂你的意思 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 以后 以后应该 还是还是有机会的 只是有机会吗 我 我去接个电话 怎么了 嗨 何教授 我到了啊 我告诉你 咱们说好的三人大餐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别呀 别 别 别 你怎么穿着裙子啊 好漂亮啊 俊俊 你能替我原点吗 求你了 俊俊 你能不能别再叫我俊俊了 不 别 你 你再多吃点 你吃点好的 我就 我就得到了 钱开业 你闹了一天了 你还没闹够吗 看 不是 我认真的要喝对 你再多吃点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会那小子 他要是没让你吃好喝好 我跟他没完 这钱开业还真是让人瞅目不透 不用理他 我们走吧 喂 喂 姐姐姐 那个商场的海报怎么回事啊 你看到了 怎么样 清晰吧 清晰 太惊醒了 但是 能不能麻烦你让他们先给撤下来啊 撤掉 为什么 商场人能量那么高 多好的许多机会 你不是财商就要现场了啊 一时 显示不清楚啊 就当我欠你个人请 帮帮忙 我求你了 这个点 商场那边的负责人都下班了 最快也要明天 明天 明天 游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叔叔 给漂亮姐姐买一朵花吧 风的旋律 晚门吹落 这是台里固定的宣传宝石 之前都海报 什么海报 我跟你拍海报 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 那深藏心里的小命令 那忧伤却美丽的预警 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 那是天地 给我机会 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汤莉莉小姐 对吗 我哭得猎头已经联系过您 我向我没有打错 黄先生 您觉得我还需要别人给我机会是吗 汤莉莉小姐 我很欣赏你的自信 但是想要找到具备行政管理能力的人 并不难 但在此基础上 还能持绸握算精通行情的人 少之又少 湘海集团的内部出现一些矛盾 去年年初够了两艘巨型货轮 后来资金链断了 集团亏损严重 导致首席总监被撤 新上任的首席总监我见过 做事不是很靠谱 我是一个稀才的人 不过看来您对这方面的挑战 并不感兴趣 是我考虑不着 您说笑了 黄先生 您都说了这是给我机会 那我怎么舍得临阵脱逃呢 那就今后加音 没问题 建筑工程公司 今天的约会接近完美 要是没有人打扰我就更好了 下次我给你一个完美的约会 没有啊 我觉得今天挺开心的 真的 何队 我会牢牢记住今天的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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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跟您打电话 没说几句你就给挂了 你这么晚来我们家干吗呀 我来看你是不是安全到家了 还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给拐跑了 我看现在不怀好意的人 只有你一个人吧 何多你太让人心寒了 大家都是男人 为什么你面对叶家辉的时候 总是笑嘻嘻的 面对我 就熊巴巴的 我那一 真是搞不明白 他到底好在哪儿啊 这要是我 我也能带你逛好逛啊 吃好吃的 再说 他只是你一个破邻居 我是你搭档 大搭档 怎么能这么狠心去背对待呢 擦擦你脖子吧 都是会 大搭档 我现在要上楼了 你自己随便吧 何多 何多 你这么讨厌我 是因为高中的事情吗 何多你对不起 我以为我当年做错的事情 向你道歉 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 对你造成的伤害这么大 那都是往事了 不用再提了以后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让你当着全校的面前难堪 我就是幼稚缺心眼 才一脑门一热 撮合你跟小楠 那行星怪 同志们 康子儿出息了 你现在我们全班 拿到的定性信物 前开义 你别打 我 我 不是 我跟你说 前开义 你就是嫉妒 我嫉妒你 对啊 这小女生的东西 又土又没心意 我要是想要 要一大把 那你到时候收一个给我看看呀 我 我敢给你 骗人家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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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我 我看看这是什么 哪个玩意 我 真不知道给小楠送猩猩罐那个女生也是你 这怪我缺心啊 我就是想开个玩笑 我真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 你就是缺心啊 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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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啊 你说啥也喜欢小楠啊 我告诉你可不行啊 小楠是我兄弟 我不同意 你哪着眼看着我喜欢他了 你当年不是在日记本上给他写个词呢吗 你这帮我开门 这日记你还留着 我跟你说啊 人家结婚了 你跟他是不可能的 你用你的眼神看一看 你翻看我的日记看 我有哪个字写着我喜欢康子元了 你让我看哪 看 这不是你画的小楠吗 认识他人都知道 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九号球员 这是小楠 怎么了 我说错了 简开义 你这人又蠢又笨又可悲 朱装朱装你装朱装了 你难道听不出来吗 那日记本来嫌弃是 这对不起不重要了 总之简开义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根本不喜欢康子元 你不想问我为什么讨厌你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讨厌你的自以为是 我讨厌你替我告白 因为你的仪式兴起 让我成了全学校的笑话 懂了吗 你帮我关门 何队 你别生气啊 何队 我只想说论懂女儿心 如果叶佳会是头发丝 那你就是脚后根 我讨厌 弟弟 你没懂 关门 不是 告诉你 何队 没事 何队 我等你消气啊 我等你原谅我 好 杉开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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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开义 小元健怎么没来呀 跟屋里没结合 留谈啊 好 小心 小心 杉开义 杉开义 听 风的旋律 緩慢吹落 树叶的声音 看 看 陽光清晰 匆匆經過 你的身影 聽 風的旋麗 緩慢墜落 樹葉的聲音 看 陽光清晰 你誰啊 沒人跟你說過 不能亂弄別人的東西嗎 這本是你的 這歌詞是你寫的 關你什麼事 我在幫你呢 小元 乾淨 這小女生的東西又土都沒心意 我要是想要 要一大把 那總該面對不舍的別離 那些點滴 那些回憶 啊 啊 Zither Harp 你这儿说的一个晚上 不想说啥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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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下来了 念手机就太没有诚意了吧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你这花纤山我看着眼晕 干吗 想喝吗 来点 干吗 还有吗 没了 何端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 要不然我给你念一下 念稿子就不用了 没诚意的话就别念了 那 那我长话短说 总而言之 我真不是故意说你那个心心观不好看的 我就是吃不到葡萄树葡萄酸 我言不由衷 我心口不一 所以您就大人别继小人过了 您就当我年少无知好不好 你也长了也没见你有长进啊 我 走 走 你总得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 您看 你初恋没了 那要不 我把自己赔给你 你要是真想补偿我的话 你现在就给我让开 我九点还有一个预约 别挡道 饱了 刚才侯言壮语一套一套的 怎么瞬间一年了 我倒是想说呀 但有人不愿意听 老钱 你听过一个段子吗 没有 什么态度 还想不想我支持你了 什么呀 你知道你现在这个状态 特别像人家说的那个 追欺火葬场 什么火葬场 追欺 打个比方说 一个男人一心想要追求 他曾经失去过的女人 那这个男人就要花费比以前 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他 而这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 就是追欺火葬场 我 我追欺 不然哪 天天按牵马后跟着我们家老贺跑 你不追他 你吃饱乘量 我那都是为了节目 好吧 没救了 主妻 好 早上好啊 以后就是邻居了啊 世间所有的不幸 都来自于彼此的在意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 我在书里看到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矛盾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包括我妈妈 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悄悄问过医生 神经性贪食症 对吧 其实我有去过几次医院 我每次尝试跟医生解释我的感受 还有我行为上的变化 他们都很不耐烦 只想赶紧给我几粒药 然后换下一个病人 这种体验让你觉得非常不好受 也许你想解决一些 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是之前那一副 但我想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案了 对吗 你想要改善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不 我是想跟她告别 拥抱是一种温暖的触感 即便你想跟她告别 也不想让她伤心 对吧 对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够让她不伤心 对于你的暴影暴时 还有抠图的情况 那些你控制不了的情境 我们称它为高危情境 我会聚焦于 你在高危情境中的想法和感受 将你的想法感受和行为 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什么意思啊 这可以让我们理解 是什么持续 你现在暴影暴时的原因 也可以解决一些 要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最近一次暴影暴时 是什么时候 那天 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聚餐 本来大家都挺开心的 然后他们好像在我耳边 唠唠叨叨地说了些什么 我突然一阵反胃 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就跑到路边吐了 你觉得他们谈话的内容 是导致你暴影暴时的 一部分原因 可能 说了一个拉三 来来来来来 拉三再来一遍就吃饭 来 重来 重来 你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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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给谁看呢你 啊 长本事了啊 叛逆了啊 你这跟谁学的 她就不是何哥的妈妈 你别说了 是愤怒 是愤怒 是愁辱 是愁辱 手 来 咱们先把饭吃了啊 待会儿呢 我们静一下 把拉三好好的摊一遍 可以吗 来 我的小静静特别平滑 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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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其实这样也都是为了你好 将来长大了 有一个好的前途 妈妈现在对你严厉一些 你一定要清楚 妈妈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妈妈就是希望你好 希望你将来有出息 我们谁也不靠 我们也一样能够好好的生活 你现在还小 等你长大了 等你长大了 你就知道妈妈的忧心了 现在我知道了 当你感觉到愤怒 焦虑和难过 这是导致于暴饮暴食的情绪状态 我在你的自我监测记录作业当中看到 上午十点你吃了三张披萨 五对鸡吃 地点是去往比斯的路上 我记得你上一次跟我提到的情境 那次暴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当时发生了什么 岑上到岑上肯定的小披萨 是阿姨的小披萨 你却有了 我 blank的画我 在楼里面 就是我们相告au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她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 可你只是没谈下去而已啊 我妈是个完美主义者 那你觉得呢 你自己是个失败者吗 也许是吧 反正她说是就是吧 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被人全部否定的感觉 非常不好生 在CBT当中 我们称她为 一偏概全的思维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维方式还有想法 她支配着我们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如何看待自己 但有一些思维方式和想法 是自动产生作用的 因为我们意识不到他们 感受不到他们 可他们确实 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努力 就是要找出那些 对你暴饮暴食 有影响的自动想法 我们称她为 功能失调性想法 我还是不相信 如果我意识不到 怎么找到呢 渴了吧 不渴水吧 这冰的 没错 这就是你自动想法的作用 从烧水壶里倒出来的水 你认为它是热的 但其实它是冰的 就像你关心思维当中 你会觉得 你很抗拒你母亲的教育方式 可是同时 你有希望得到她的评价 跟认可 虽然那评价 并没有那么客观 也并没有那么准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首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晨随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转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的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多云的回忆 也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 也看见你 脸如星辰的眼睛 它温暖我的笑容 倾听我真实的声音 给我最温柔的回忆 啊 看见了 美丽的爱情 忽然之间来临 牵你的手 我能感受到 你的心 牵你的手 如果我能 感受到 你的心